嘉義館長有翁張良久接兩周年 之前在創新涵義基盤演講會 以台獨決定生敗為主題 翁張良說說要改變 大家的面對凡存在必定合理的問題 如今一來開董給自己 沒配平、沒完蛋、沒接比 以後的台獨去面對改變幸福 怎麼樣引進讓嘉義能夠變成是一個 適合人居住 具有商業跟休閒性的一個地方 那改善鄉親的生活品質部分 過去我剛就任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村里生活大調查 我們清楚地掌握所有鄉親的需求 我們內管的將近六千項 那我想只要把這六千項一一地去實現 我們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所有鄉親的生活品質 翁張良以處引出嘉義館所賣人的難題 包括人口流失、生涯不夠豐富 個人比入過關、欠款經濟發展環境上總控 希望管護當人占對現況 改變在合理的存在 把他發展的機會 改善民眾的生活品質 我們用態度決定成敗 Let's go! Let's do it! Keep running! 來當作這一次的所有的演講的主題 在這邊要感謝我們的副縣長 吳榮輝副縣長還有龍柏欣秘書長 陳明文委員跟蔡宇委員還有所有縣府團隊的努力 也要感謝所有的議員的監督還有所有的鄉政市長的配合 感謝所有農會總幹事在所有農業上對我們農業上的努力 也感謝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為嘉義這段努力的進步 大家貢獻心力 大家這麼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想法嘉義弄好 最好翁張梁強調 台島可以決定勝敗 希望自己永遠不會發展 做人好一件事 他這句的台島別向酒飲收張第三檔 相信辛加伊會越來越好 記者歡樂嘉義 蔡宏寶德 - 蔡宏寶德 - 蔡宏寶德 - 蔡宏寶德